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为您特别奉上的时事政论节目与愿讲谈 我是宋雪亭 澳门车辆不断增加 路面几下情况越去远郡 停车位极度紧张 近日政府有意在新口岸实行10分钟的密表位 每10分钟收费1元最多可停一小时 而受到方间的广泛讨论 除此之外 澳门的黑低横行 司机漫天开架甚至恐吓 有网友就在社交网站开设族群 大赛黑低名单 让市民对其必而远之 道路设计 汽车流量过大 的士乱收费等都是存在已久的交通问题 为了改善现时交通状况 交通事务局出台一系列应对措施 包括计划在皇朝区路边切短时间麦标位 以及调整駕駛考评准质 而的士方面根据报道 更有不少人遭到司机的恐吓 有专业人士认为 本澳交通环境越来越差 泊车位不足 道路击壁 公交和巴士服务不足 面对着台风的道理 交通更是面临瘫痪 相关的部门该怎样解决和规划交通问题 在皇朝区试行短时间麦标 又可不可以减轻交通压力 政府怎样控制车辆的增长 推出的措施又可不可以根本上解决 本澳的交通制室 我们一起来听听市民的心声 希望政府可以尽快落实 才可以符合社会的意愿 通常拍的车一定有停的地方要去的嘛 10分钟我没可能拍10分钟再回来再拍 再有麦标 都不方便了 你这个时间 你一走一开已经到教时了嘛 最好就是规管那些的士路了 最好了 但他不要这么本屁里了 大家好 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 澳门有线电视互动新闻台 为您特别奉上的 时事政论节目 语言讲谈 我是宋雪婷 今天议员讲谈邀请到的嘉宾是 澳门立法会议员欧景欣 欢迎欧委员 以及澳门交通咨询委员会委员 林士豪先生 欢迎林先生 今天我们就一起来探讨一下 有关澳门交通乱象等相关问题 政府对于检讨低市的公开咨询 在昨日也是落下帷幕 但日前有网友就在社交网站 开设主群 上载低市黑名单 73辆的低市榜上有名 并大爆澳门的黑低横行 司机漫天开架 甚至恐吓乘客 为什么我们说了这么久 这个黑低还是屡禁不止 貌似越来越猖獗了呢 澳门 基本上的士问题 在澳门来说 都是一个灾难性的问题 在立法会讨论的时候 都认为涉及一个重大公共利益 因为实际上影响到澳门的旅游形象 亦都影响对民生的市民 要乘搭的士困难 因为实际上澳门只有两种公交 一种是巴士 一种是的士 巴士难乘搭的士 又更难乘搭的时候 这就是没办法 作为一个政府 是不可能漠视这个问题的存在 但现在问题的关键在哪裏 为何的士问题似乎不是在政府的上方设法之下 来舒缓这种拒载或选客的情况 反而我们看到的情况越来越严重 我想有几点应该要指出的 第一个就是因为管理上的能力问题 因为之前没有交通事务局的 我们的管理就是由交通警去管理 交通警用的士司机的说法是神出轨门的 交通事务局的规查 第一人数有限 第二有上落班的时间 能够发挥管理作用 其实是相对比较弱的情况下 对于那些违规的行为 压止的能力就会相对下降 这也造成了这样的交通的乱象 当政府的管理能力不足 而在行内里面有很多人 有部份人最初所谓害群之马 他透过这样的选客 他再钓泥蚂这种方式来找到食 变成了令到其他守法的士司机 就觉得原来我的守法 中中直直 中需克食 在这样的情况下就变成 鼓励了一些本来守法的 可能会变成因为会有这样的情况 而去挺而走險 甚至会去 从一样去选择拐载 这种问题会发生 所以这点上面 跟源的地方就是在于 我们如何去作出一个有效的管理 今次的咨询里面其中 有几个措施是说要进行有效 即是交为有效的管理 我们都乐见其成 看看将来如果真是 咨询之后 政府究竟推出来的措施 是否真的能够去落实 落实是否能够真的发挥作用 这一点我觉得是需要 大家一起去监察 好的 有网友其实也是大吐苦水 至日前在威尼斯人乘坐低市 司机边开车边打手机 并中途停车让陌生女子上车 而在到达目的地时 就漫天开架 遭到乘客的居付款后 将其反锁车内 其实这种行为 不单单是影响澳门旅游形象的问题 林先生 其实这个问题 刚才发生这个问题 不是只是政治 而是在毕尼斯发生的 经常性会在八百半 很多黑点 因为他们是逐个逐个客人 一家去关闸 一个客人不开车的 他找到三个 搏在一起才开车 一个收他75元 四个就有几百元 去到那时他就收几百元 其实由八百半至关闸 其实是四五十元的借租 但为何要收到几百元 证明了一件事 监管部门在这一类的监管上 是一点都做不到位 所以我也要补充一点 其实不用在网上拿出来的资料 我们一早已将这些资料 我们作为社团也好 作为社团代表或是业界也好 我一早已将很多这些名单 交给交通事务局 希望他作出监管 而交通事务局也承认 我们知道 很多时同一个司机被他们罚款 在报纸上卖出名字 卖出名字 说要罚款是有几次的 我们指出为何只要买出 你只知道罚了一千一千一千 但你不作出一些有效的惩罚措施 所以根本没有一些有效的惩罚措施 你导致现在司机觉得 正如一口心 说我不做便宜 老实说 个个都可以300 我不可以 我可以够400 所以现在变成逼着你 就算手挥他的司机 他也会做 特别是在关闸那些地方 你不做吗 现在有些的士有很多中介人 不是只是赌场有的 我们中介人有人拖来 跟他在关闸找客 找到200 收回50 你收150 很多这些 你怎样去打击他 你怎样有效的打击 是否靠你几个交通事务 的稽查就可以做到这一点 你放几点 你翻几点 如果你拿着这个权 你不去做 就等于是无效的 你应该是否这个权 应该要放回交通厅 交通厅的交通警员去做这一件事 其次罚责任不够 每次罚一千 现在的士司机 他不是只是骗钱 他只是屈别人的钱 为何你不将他这一件事作为一个刑事的责任制度 交给法院法官去审理这一件事 你又不用交通局去评定 这个是否要罚一千 你便交给法院评定 认为这个经常性的一次是这样 两次是这样 三次是这样 成十次 那法院自然有方式去惩罚他 是否去解决这些 可以做出一些长久性的解决方法 其实刚才这个事情刚才也说了有许多 但是最后都是不了了之了 是否就是如果在里面有监控摄像头会不会好一点 欧远 我想问题是哪里呢 因为的确罚质太轻了 现在老实说 打风 一个客户600元 或者在威尼斯人 在那些赌场门口 有几百元上车的 你罚他一千元 根本完全没有发挥任何阻吓作用 我让你罚了 我不幸运 我收了一千元而已 但实际上 实际上那个收益是远远 大于这个处罚的阻吓作用 在这个情况下 根本上就变成这些罚质是无效的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这次的咨询之后 也看到 第一个罚质会加重 但如果以他现在的加重 譬如说 由一千元变成三千至五千元 那个幅度其实不是很大的 所以其中一件事 我们在立法院讨论的时候 其中一件事是否应该引入 一个计分制度 有计分制度的时候 你一次两次 你有若干次 违规的时候 可能会因此而吊烧牌照 这一点上的作用会大一点 如果你单纯罚一千元来说 你罚极完全是无效的 在这个情况下 我觉得监管的重要 加强罚质的重要 将来未来 如何有效的搜证 因为往往在的士上面 究竟他有没有选客 有没有拐载 究竟是个的士司机有问题 还是乘客闹事呢 我觉得这些 需要有一个足够的 搜证的作用 我们不想 我们不想继续用 那些害群之马 去影响澳门社会的形象 但也不想有一些 有些无理取杂的 去令到司机受识 我们这方面 我觉得如何去平衡 令到有一个足够的守证 没有杀错也不会放过 这一点上是非常重要的 好的 检客 拒载 烂收车资 都是黑敌惯用的招数 有游客就称找了七辆电视 最后被六辆拒载 最后一辆电视还是漫天要价 最后恐吓游客 闹上了警局也没有被监控 其实在执法方面 是否有相应的漏洞或是困难 林先生 其实如果你交给执法 你交给交通厅 是一点难度都没有的 你交给一些军装的警员 去做这些 我们自从开埠以来 一向都是由军装警员去做这一件事 但是突然间 弄了个交通事务局出来 我觉得自从交通事务局成立以来 无论巴士也好 的士也好 真的无一样做得好的 全部都是说来说去 说来说去 全部都做得坏了 所以我寄于这件事 如果你真的有能力做到 你就做 你没有能力做 你这个权一定要放回交通厅 给这些军装警员去做 其次一件事 我亦要补充一点 欧生刚才所说的 继分制度 其实在于我们的业界 我们非常了解 我们的的士司机 怕不怕你扣分 现在就算你扣满分 即时停我的牌 是没用的 我可以持有白牌 好像今次的台风季节 很多白牌出来 交通事务局 你能够捉哪一样 你捉的士也好 捉白牌也好 你一些稽查 你如何捉白牌呢 白牌我停在 有中间的中介人 拉过来 让我去做 现在也严重影响 的士这个范围 现在两样在一起 你只是扣分制度 够不够 譬如我扣分 我就不駕駛了 有很多东西做 我去駕駛货车 我去駕駛旅车 我去駕駛私人车 很多选择 根本现在所有的司机 他是不会 就是考虑 或者不会怕你扣我分 所以我觉得 应该在这个 这么乱的时势的时候 我觉得应该要 用一个刑事责任制度 去解决目前的困局 好的 那么对于打击 低势违规行为 欧议员 您有什么建议 是否放射是最有效的方法 我想放射 这个在社会上讨论很多 但问题是 我回到后 再说一个问题 就是说 为什么会有一些 已经是发现了 一个违规行为 而去到当局处理的时候 会无事的呢 会不了了之 我想这一点上 我觉得就是 就是当时说 一个搜证的问题 是不是真的会搜不到证 还是是相关部门 太过不认真执行的职责 我觉得这一点 是很需要检讨的 至于放射 放射其中一个 有它的弊端 一个弊端就是说 所谓的钓鱼执法 有时候可能会导致一些 有些人为了执法的时候 可能会引人犯罪 这样的情况 我给多些钱 叫你载我去某个地方 这些工程的确有存在的问题 但问题更加重要的是 在我的观点来说 我一直都认为放射的作用不太大 原因是什么呢 因为澳门很小 其实澳门人 就在一条街上 朝见口晚见面 老实说放射 如果有一堆人出来放射的话 不够一个星期 全部都黄了 谁是放射 没有意义 你上车就不会动了 那是没有意义的 所以这种放射制度 究竟有没有效呢 我觉得可能在某些地方 例如一个城市大一点的地方 可能大家陌生人多些 但在澳门来说 你先监视没有多少人 你竟然负责出来放射 竟然有多少人 大家心中有数 很容易避开 所以放射的作用 我是有疑问的 当然社会上也觉得 需要放射 政府也顺应试一下这种方法 因为这也有不同的地方 因为不同的地方就在于 我们未必需要引诱别人的办法 因为我上车 我是乘搭车 你不揽收车资 我就不会显示我的身份 我正常乘搭车 这样就没事的 但如果你揽收车资 我就会显示我的身份 说我是执法部门 同一般的引人犯罪的放射 就有点不同 但问题就是 会不会有这个时候 会出现濫用 又或者司机容易认到人的时候 会发挥不到的效用 我想这些都是需要 社会一起去分析检讨 好的 那么相关议题 我们稍后讨论 广告回来 我们继续议员讲坛 欢迎回来 大家好 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 澳门有线电视互动新闻台 为您特别奉上的时事政论节目 议员讲坛 那么上一节我们也是重点探讨了 有关澳门交通乱象的问题 刚才也是说到了这个放射制度 您有什么意见吗 丁先生 其实放射制度 如果全澳门所有违规的 都放射的制度 我们一定是没有意义的 但是如果你是单是用在的士方面 你制定通过一条法例 只用在的士身上 我们就觉得政府就有些歧视我们的的士的行业 现在大家都知道了 好像在赌场里面 很多城10、城8、城9的桌底的赌博 为什么不放射去抓他们呢 选举议员这么多人买票 为什么不放射去抓他们呢 現在你夜總會,Sona浴室,為何不放蛇,為何不錄音 這是大家都知道的問題 為何單單只是在的士行業,又說要錄音又說要放蛇 做到這麼大動作,去抓幾個的士司機 如果你的能力是做不到的,是否真的要想想 你們有關的局是否要檢討一下 好的,那麼下面我們來說說10分鐘咪表的問題 那麼本澳車輛也是不斷增加,路面擠塞的情況也是月期嚴重 停車位更是極度緊張,尤其是在繁忙的時段 私家車為例停車的情況也是十分嚴重,阻塞了交通 那麼政府近期也是有意在新口岸實行10分鐘私家車咪表位 收費1元,最長只能停一個小時,對於這個計劃您怎麼看呢 剩下的影片,四分鐘 這個措施,我想是參考一些外地的方法 但問題是,它會抄別人的殼,抄不到內涵 問題是甚麼呢?如果在某些地方 那裡本來是禁止泊車的位置 我現在臨時畫了一些位置出來 我讓你去臨時停車10分鐘 例如舉個例子,講碼頭門外 那裡有人要搬行李去下車 你要給他們10分鐘的時間去搬行李 這個呢?可以理解 我為了方便市民使用 我下車買少許東西,我下車拿少許東西 我需要10分鐘的時間 但如果你把本來已經在一些固定的提供咪表的位置 去變成10分鐘咪表 這就是極度的擾紋 因為實際上,如果你用新口案來講 我不知道它將來畫哪些地方 來上10分鐘咪表 因為如果它畫一些臨時停車位置 來畫成10分鐘咪表 我支持的 但如果你說在固定的車位 來畫10分鐘,這就完全沒有常識 為甚麼這樣說呢? 因為在新口案來講,一個上班的地區 其實2個小時的位置 就已經令你上班 如果真的拍車,已經叫救命 我哪個公司的老闆 可以容許你2個小時出來 有設標 你用10分鐘的咪表 根本是不能用的 會令政府減少了咪表 減少了使用的機會 這10分鐘咪表 所以我覺得這一點上 政府現在只講10分鐘 究竟它怎樣執行 用甚麼位置來執行10分鐘 我覺得是需要 政府有更詳細的資料交代 如果你把原來已經是固定的車位 變成10分鐘的時候 令到本來可以拍得 如果不拍得 那就是一個可以說 基本上沒有常識的一個購賞 好的 那麼10分鐘的私家車咪表位的計畫 確實可能方便一些做短暫停樓的駕駛者 但有市民就認為計畫不切實際 可能不但無法改善停車位的流動性 還可能引起民怨 對於這個意見您贊同嗎 林先生 其實就是交通事務局 在新口岸實人線 因為以往咪表 很多時候的車行 它會把那些車放在咪表裡 放在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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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當它們的私人賣車場一樣 他們想打擊這些東西 就是要這個車位 要比較有流動性 但是他們沒有想過 你10分鐘 你給市民 譬如真的給市民去用的話 那我們10分鐘夠做甚麼 真的下車 關上一輛車 走去找個廁所 找到廁所未都未知 那就要回來再入咪表 或者要駕駛車 我覺得局長在這方面 是否要細心想一想 10分鐘我們可以做到甚麼 是否真的為了流量 而設施這些10分鐘的咪表 等車輸出那麼停 那你在道路上 或者在車位上的用處 發揮到甚麼作用呢 好的 那麼不少聲音也是認為 縮短路邊的咪表停泊時間 根本是擾民措施 政府應該改革公共停車場的月票制度 每兩至三年公開抽籤 不能讓人長期的去八位 您贊同嗎 羅宇 基本上現在的情況 剛才說 縮短的時間 真的確實是挺擾民的 我們會針對真的不同的地方 有些地方是真的有些人要上班的 如果你要提供車位給他們 你真的要考慮 甚至在我的角度來講 兩個小時的位置都不合理的 你說正式五個小時的位置 才有一個比較合理 但當然我們也知道 澳門本身的道路資源有限 車位有限 這個也可能需要一些平衡 但是現在講到公共停車場的時候 的確現在公共停車場 我們有一個所謂月票的制度 那這些月票制度 是會令到的確那些使用者來講 就是說你租到月票位 當然是你使用方便 但是譬如一個停車場 本來有八個位的 其中有二十個百分比 或者三十個百分比 是月票位的時候 即是它少了二十個百分比 三十個百分比 那個流動的機會的時候 其實也是有一個需要思考的 過去來說 公共停車場有限制的 都有一個百分比 究竟每個停車場 可以擺放多少是月票位呢 現在我覺得這一點上 是需要檢討的 是不是真的可以 我不是贊成要兩三月 再一次公開抽 是否應該可以考慮 那些月票位其實可以取消 因為現在我們在公共房屋裡面 譬如路環石排灣 那些京屋 那些停車位 都已經全部沒有月票位了 其實其他地方 是否都適宜減少這些月票位 甚至要取消月票位 如果你需要那些固定車位 可能你真的需要在一些 私人的停車場裡面去找 而公共停車場 就是希望盡可能增加它的流量的時候 減少甚至沒有月票位 是否值得思考的方向 我覺得這一點是 從有限的資源底下 如何更加好運用 我覺得這應該是從一個 一個思考方向 對於這個問題 您有什麼看法嗎 林先生 特別是一些比較繁忙的停車場 譬如關閘的停車場 或者現在其實 基本上很多停車場都爆到不得了了 你不應該再設有月票制度 你要將這些位置騰空出來 盡量給一些流動的人去用 譬如雞君結解 當然政府應該多鼓勵 建設停車場更多車位 但現在的米標政策 停車場政策 已經不斷地把澳門的停車位提高了 變成現在買了三百多萬個車位 香港還未有這麼貴 所以在東南華 我覺得澳門已經算是最貴的 這個政府是否從交通開始 停車場開始 從的士開始 將它不斷地提高 我想要補充一件事 實際上如果我看停車位夠不夠 停車位如何改革 更加重要的是 車輛的數量不斷地增加 到今時今日說這麼多年 沒有一個節制車輛的政策 或者去構思節制車輛的時候 你起多少停車場 其實都追不到車輛增長 所以如果你說我只看停車位的安排 是否可以改善交通 是寫本續末的 所以我們很多年來都不斷地要求 政府有一個檢討的政策 譬如說我真的要若干年後 開始實施一個節制車輛的時候 我事先告訴你 我二零幾多年 二零一幾年開始 我做這個節制車輛 那時候我會等市民 是有個心中有數 我們每一個節制車輛的限制 令到減少整體車輛的數 或者至少不減少也好 至少不讓它駁斥增長的時候 才有可能在停車上面去解決問題 好的 那麼對於這個十分鐘私家車 有一個瞇表位計畫 您是怎麼看其中的利弊 如何考量呢 林先生 我覺得10分鐘 我覺得市民是一個擾民的措施 我覺得應該要把10分鐘延長 起碼一個小時 甚至乎45分鐘 這樣這些車位才對市民起作用 如果你堅持10分鐘 我覺得交通事務局很快要收據 對這個問題的意思 基本上我剛才也表達了 因為那個效用是不同的 如果你那些車位 遇到它真的 是臨時行 停一停 走過去市多買些東西 或者去拿少許東西 如果你這個作用 那你十分鐘為一個 可能都夠了 但是 如果你那個車位 你是考慮它 那些是拿來拍來回家 或者拍來上班 又或者是拍來停下來 去做一些 在附近買東西 去購物 這樣的話 那你十分鐘肯定不行 所以我們會覺得 不只是擺10分鐘 而我更加重要 就是你政府 是否有不同的車位 有不同的功能 你是否清楚分得到這些功能 如果我這個功能 我這個位置的功能 就是做這件事的 那你就用10分鐘 但如果這個功能 不是我剛才說 像王朝廣場那一帶 那些都是上班一族 那你要給10分鐘 就是玩它 就是這樣 所以這一點上我覺得 就是功能 劃分清楚很重要 因為現在實際上 提出這件事 我們都知道外面 有些地方是的確有的 但問題就是 澳門是否合不合 引用呢 引用的時候 究竟發揮什麼效用 我覺得這個是更加重要 好的 希望政府能夠聽取民意 從本澳的現實情況出發 嚴打低勢違規行為 給市民和遊客 一個良好的交通環境 今天多謝歐議員 以及林先生 參與我們的議題討論 也感謝您收看 這期的議員講談 我們下期再會 我們的視頻 我們下期見